長度的情形 這團是昨天出發的 由台中市以及太平區出發的旅行團 成員一共有15位 總人數一共18位 包含兩位司機衛林隊 他們到了司馬庫斯之後 因為進去司馬庫斯來回有11公里 到了司馬庫斯之後 午餐時間一定是在布道裡面 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帶的行動糧是海苔捲飯 海苔捲飯裡面有美乃滋 美乃滋裡面又有雞蛋的成分 昨天天氣又特別炎熱 我在研判應該是美乃滋變質了 所以吃了之後才會引起商出下瀉的情況發生 以前你們出這樣的團大概有過幾次 司馬庫斯我們 你是說食物種族嗎 出司馬庫斯 去到司馬庫斯的地方 我們大概去 司馬庫斯大概十次以上了 有十次以上的經驗了 用同樣的食材的話 以前都沒有出問題 我們到司馬庫斯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客人自行攜帶行動糧 讓客人自己去準備 這次是整個火石就包在裡面 第一天的早餐跟午餐是不包的 因為山上購買不易 所以我們都是讓客人自行攜帶 所以他們吃的東西是自己帶的 對 自己帶的 自己帶的 然後碰到了說他們在到達新竹的時候 開始就不舒服了 是吃了捲飯之後才不舒服的 吃了捲飯之後才不舒服 他們是在司馬庫斯那邊 用山的時候才有這樣的問題 是在鄰居 已經在布道裡面了 對對對 然後使用山的時候 事後才發生 研判是這個樣子 其實這樣子有多少人這樣的狀況 喔 據回報回來的消息是 一共有13位 身體不適 那其中有8位比較輕微的 那稍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其中有5位 有留院觀察一個晚上 對 他們的狀況是比較嚴重 比較嚴重一點點 對啊 留院觀察一個晚上之後 都大部分都經過一時的治療之後 大概大部分都已經恢復了狀態 現在已經在回來的路上了 所以 餐食都是遊客自備 對 昨天的捲飯是自備的 那你們這邊會提供 對 旅客他們的用場 喔 當天的晚餐 及 今天的早午晚 是我們提供的 對 這是只有他們 去的第一天 對對對 第一天 我們這邊提供的保險 情況是怎麼樣 喔 我們都有依規定 投保旅行責任險 那 最低是 投保200萬 那我們這團的話 我們是投保30萬 那意外醫療是20萬 你剛剛講30萬是什麼 喔 不是 從哪一遍 我們都有依規定 投保旅行責任險 那 這團的保額是 意外險是300萬 那意外醫療是20萬 所以 現在後續的話 可能就是會 請這個保險局的部分 來做相應的處理 喔 當然 那我們保險 既然已經投保了 那如果需要 理賠的話 當然是交由保險公司 來理賠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你必定獲得 呃 說得很好 在 amps 感谢观看